原标题 印空军 阵风战机9月到货 八再也不敢撒野 200架苏30MKI被羞辱资料图 阵风战斗机2月26日 引发空战给印度空军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阴影 JF-17战斗机击落一架尼格21 击伤一架苏30将全球刷新了对印度空军的认识 印度方面对此一场恼怒 西部空军司令被当机戒指 此后 印度人把所有的期望 寄托在即将开始交付的打索阵风战斗机上 3月25日 印度空军司令都内宣布了一个对印度空军来说相当振奋的大消息 2019年9月开始 法国打索将开始向印度交付阵风战斗机 印度一共采购了36架该战机 每架战机成交价高达2亿美元 资料图 阵风战斗机多纳指出 9月接收首架阵风战机 一旦服役 印度空军的威慑力将会大增 届时 巴基斯坦空军将不敢靠近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和边界 不过这也意味着印度空军在当前到9月份的5个月时间 处于一个煎熬期 分析称 印度空军如此焦急的等待阵风战斗机的加入 无疑是对印度现有的200架苏30MKI战斗机的羞辱 同样这也是对俄罗斯制战机的羞辱 此前 印度对苏30MKI寄予厚望 声称这款战斗机 是四代半战机 资料图 印度空军苏30MKI战斗机 连队苏30MKI 是俄罗斯苏惑研发的一款战机 但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生产 这款战斗机印度进行了大量改造 特别是电子设备和雷达 引进了以色列和意大利的产品 不过 在2月26日的空战之中 苏30MKI彻底保露出短板 在电子战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分析称 之所以 巴基斯坦空军相龙战机 能够在同苏30MKI和米格21的对战中处于优势 正是因为JF-17他在的电子设备 另外JF-17还可以携带电子吊舱 资料图 巴基斯坦空军相龙战机分析称 仅从战斗机各项已经披露的参数来说 巴基斯坦空军的JF-17战斗机 同F-17战斗机 都无法同号称四代半的阵风战机相抗衡 从纸面力量分析 印度空军增加36架阵风 的确能够对巴空军形成优势 然而对于印度空军来说 事情往往不会按照预期推进 在此次空战之前 很少有人认为 拥有200架苏30MKI战斗机的印度空军 会持如此大亏战斗机被击落 被行员被俘 毕竟安装了矢量发动机 和以色列电子装备的苏30MKI 不管从哪个维度分析 硬件都应该在JF-17和F JF-16之上 但是实战结果要显示 战前很多军事观察人士的分析错得厉害 分析称 印度空军要解决的不是战斗机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为什么一款款好的战斗机 到了印度空军手中 都成为了飞行观察 资料图 印度空军米格21从米格 F-21开始 幻影F-2000 苏30等等名机 在其他国家都能表现出正常水准 但是到了印度空军手中 却是另外一番影像 在很多的分析之中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成为了背锅对象 苏30MKI是由该公司组装生产 米格21 只要经过该公司的维护之后 必衰无疑 似乎印度方面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此次踩过法国阵风战斗机时 就多留了个心眼 用两亿美元一架的高架包下了战斗机 从制造武器配置到维护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天高地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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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